主席麻烦请部长跟国有财产署署长 李文好 部长好 署长您可以快一点吗 谢谢 两位好 我想现在我们国家的财务拮据 那么各级的政府呢 都应该共同面对我们这个国家财政拮据的这样的一个状况 那么财政部呢 你是掌理国家的财产 国库还有支付的业务 那么更应该自律在我们国家财政的开源截流 这一点上面来讲 部长以及国产署署长 两位都同意吗 是我们会马上提出财政拮据方案 也是从这个角度来 是好 那我们看一下目前的资料显示 在今年的7月10号 总统公布明年1月1号实施的这个公共债务法的第五条 第一项里面规定呢 我们公共债务的未长余额的预算数呢 不可以超过前三年GDP平均的40.6%嘛 对不对 是 好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2014年呢 我们的未长债务余额是5兆4249亿 2011年到2013年的GDP总额呢 平均是14兆337亿 如果算起来 按照那个公式算起来 其实我们现在已经占了38.65左右 percent 也就换句话说呢 我们真正如果我们的GDP没有办法成长的话 我们的举债只剩下大概2800多亿 可以使用而已 可是我们看了2014年呢 财政部的data上面显示出来 我们的预算一兆7308亿呢 税初是一兆9075亿 短缺就已经短缺了1000多亿 1767亿 所以我们从这样的一个情况来看呢 是不是 简单的来讲 将来我们的公共支出的部分呢 会因为这样子会相当的一个拮据 是 我们一定要从收入跟支出做结构性的调整 是 好 那我们在看到今天报告的这个内容里面 我们发现啊 就是说刚才前面提到我们要开源节流嘛 那么我们也知道财政部很辛苦的在破这个 P这个裁员 可是我们看到的这个讯息里面 本席其实会有一点点担心 为什么有一点担心呢 因为我们看到 看出来的好像是卖了相关的单位的股票 我们看到出售的核库金 这个是按照财政部的data我们再去换算的 大概核库金呢 我们预估的四股的收入大概45亿 赵丰金呢92亿 中钢呢85亿 中华电大概148亿左右 台肥70亿 加起来大概这里面四股的一个收入呢 大概可以达到440亿 点8亿左右 部长 这个数据 大约的这个数据 正确 正确 好 那这个呢 其实本席在今年1月的时候呢 在上次财政委员会对于怎么样子活化国有财产的时候 其实曾经提出来一个质疑了 就是说我们可以理解财政部呢 现在是着重在比如说闲置的低度利用的这个国有土地上面去做一个开发 去从那个地方来开源之外呢 我们现在看到的下一步是把我们的这些的股票啊 这些的释出去拿到这些的所需要的一个财源呢 可是我们在今年1月的时候提到 其实有一块啊 这一块一般人其实不太会做重的 可是实际上面它的成效是很大的呢 是智慧财产权的部分 我记得在上次咨询的时候呢 有提到 对于国外的权利金啊 国内的企业付出去给国外的权利金啊 在2011年根据央行的统治呢 高达57.7亿美元 57.7亿美元 那么以最近的数字来看呢 2012年啊 我们支付给国外的权利金啊 高达了45亿 45亿美元左右 这是根据央行的数据显示出来 所以这个如果我们用2012年的数据 比较小的数据 我们还不要用2011年的数据 比较小的数据显示出来 也是1300多亿台币 也是1300多亿台币 可是我们看一下 我们看一下就说 好 我相信两位不会不同意 就是说智慧财产权是属于我们国有财产吧 是不是 委员刚刚讲的付出去是指引力失业付出去的 是不是 不是 权利金 对啊 付出去的权利金嘛 对对对对 国内企业 我用那个数据只是在表彰啊 在现在经济知识体制之下 其实智慧财产权权 这种五体财产权 它的价值 它可能能够创造出来的效益 可能比实体的财产 比如说像土地啊等等 它的效益可能更高 那我只是用一个央行提出来的数据 让两位明白一下 单纯的权利金哦 还不是那个财产本身哦 还不是那个五体财产本身 而是这个五体财产 从台湾能够获取到的权利金 就已经是这么大的一个庞大的一个数字 可是我今天在看到 这个我们的报告里面显示啊 我们的财产的部分 财产包括什么抵押权啊 哼哼哼哼的一缸子的 里面还有专利权 著作权等等 对不对 这个财产我们的价值啊 居然是只有71.1亿元 是制财权是吧 没有啊 这还就是 对 按照国有财产财产法的规定啊 国有财产里面还包括了一项 除了动产不动产之外 还包括一项叫做权利了 这个权利呢 署长我想你直接回答好不好 权利的部分呢 包括了专利权 除了我刚刚讲说抵押权 还有这个地上权等等 他还包括了专利 著作权等 对不对 你这么多的一个权利 在你今天的报告里面 我们的价值啊 只有71亿耶 署长 报告委员 权利是国有财产的一部分 那这个权利如果是基于 中央政府的财力支出 取得的权利才属于国有 如果智慧财产权 是属于私人所有的话 署长您上次一月份的时候 您没有在现场吗 没有 没有 您没有在现场 去今年一月初的时候 我就已经提到 活化国有财产 不是只有有形的财产 它应该要活化五体财产 那我还特别讲了 五体财产的部分 我们简单用专利权来讲的话 它的我们投出去给国外的 支付的权利金 就高达一千多亿 你这边我们现在提到的 并不是企业的智慧财产权 是我们政府support的 产出的智慧财产权 那我要提到的就是说 按照我们的科技的预算 我们每一年编的预算 大概有五六百亿 我们有五六百亿投入 科技的预算 可是如果它的产出 只有71亿 我就要请问了 我们在编这个预算的一个情况之下 这样的一个投资报酬率合不合理 当然你可以讲这个是长期的 可是我的疑问是在哪里 我的疑问是署长 我想请问你一下 你这个71亿怎么来的 这个71亿到底里面的建数 智慧财产权的建数有多少 你是怎么样评估的 为什么它只有71亿 因为如果你的71亿的数据是正确的话 每一年政府没有道理 它要投入五六百亿 然后呢我们光是从2002到2011年之间 投入的经费已经高达6036亿 我们居然产出的 产出的 包括智慧财产权 及其他的权力 居然产出的只有71亿 按照你的这个说法 我们是不是应该干脆 把政府的这些引发的经费 干脆废掉算了 是 这个71亿是指一般的一些权力 那至于智慧财产权 它大部分是在其他公用财产管理机关 在做经管 署长你这样子讲 我真的很担心 为什么因为你连你的条文都不知道 国有财产法第三条 第一项第四款讲 权力包括专利商标著作权 我跟委员补充报告了 这样国有财产没有错 但是国有财产主管的是非公用的部分 公用的部分在各机关在管 一样好那我要跟这个 我要跟您提到的 有另外一个账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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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跟您提到就是说 您知道在这个科技技术基本法 里面啊 里面有提到说属于公立学校机关 公营事业的智慧财产权权 它有排除国有财产法的部分条文的限制 这个部分条文的限制里面 并没有排除国有财产法第六十二条 也就是说财政部对于各主管机关管理的公用财产精光 应该随时查询呢 那另外一个时间的关系我还很快提到 就是说我们研发收入的分享啊 在政府科技研发成果归属及运用办法里面 第十条规定啊 这些下放给各个单位 就是刚才部长所提到的 这些的研发成果的收入 有百分之二十到百分之四十是要上缴的 那谁要去做这些查核的动作呢 就是国有财产署 按照国有财产署组织法第二条的规定里面呢 国有财产署 你应该对于这些的资料呢 你应该要去做一些的这个查核啊 评估啊 等等清查管理啊 然后你还要做处分的动作 这些您通通都没有做吗 有了 是报告委员 对于公用财产的部分 我们会去做检核 那大部分是做书面检核 部分是做实地的检核 那至于这科技基本法里面 有一些是排除国有财产法的规定 那 所长我刚才特别提示你 就是62条没有被排除在外 所以你我要请问就是说 你如果没有做清查 你怎么决定他缴了20%或者40% 你根本完全对于智慧财产权的部分 你完全没有去掌控 你要怎么样子透过这个智慧财产权活化你的资产呢 也就是说本席从今年的1月3号 咨询到今天为止 国有财产署没有做任何的动作 也认为对于智慧财产权的活化 完全没有他的必要性吗 不是我们还是认为有这个必要性 有这个必要性 做了没有 你有没有做 你有没有按照 不是我编的法哦 是财政部国有财产署组织法 第二条的第一款到第七款里面的清查 你做了没有 清查这个部分有 那我想这个 管理你做了没有 管理的部分我们也有基本的资料 然后你的这个改良的利用你做了吗 对于智慧财产局这部分改良利用 因为这大部分是在各公用 所以你没有做 估价的部分你做了吗 这个部分估价便不在国有财产署做 对不起 署长你要不要回去念一下财政部国有财产署组织法的第二条 里面明文规定国有财产署是主管机关 必须要负责我刚所念的那个各个项目 如果您没做的话 我请问一下 你的20%跟40%你是怎么来的 然后你估算出来71亿元是怎么来的 这个部分是各机关报来他有关的权利的 所以他只要报来之后你就照单全收 你并没有查询 那这个部分如果有短缴的部分是不是影响我们国库的收入呢 这个部分我们会进一步的去查核 好署长我可不可以拜托一下 因为这个从年初的时候讲到现在 可不可以拜托一下 就是说能够确实的清查我们国有的智慧财产 包括公用的及非公用 因为我们知道其实在国内有很多贱卖 这个公用财产的一个情况 那当然我不便在这个地方直接指明道姓 可这个部分呢是不是可以拜托彻底的清查 然后建立我们管考的制度 如果我们真的要活化国有的财产的话 我想智慧产权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 我希望在下一次咨询的时候呢 能够看到确实的一个成效 以上谢谢 谢谢 谢谢